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游戏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进行我们的第三讲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实现这样一个开始界面 每当我们去要玩一个游戏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的应该是会有一个开始界面 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引导类型的东西 那在我们这个俄罗斯方块游戏里面 我们的开始界面是怎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们要实现的是这样一个界面 首先呢,是一个背景图 然后呢,里面有两个比较简陋的一个按钮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始界面 那这节课的话,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开始界面 然后呢,是采用我们这个什么呢 和jQuery比较类似的一种方式来操作DOM 就是我们不用,我们把这个操作DOM的一些方式给简单封撞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像这个JQuery的这种使用方式 那这个呢,这两点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我们还是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在上节课里面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把整个大体的一个界面搭出来了 当然,这个展示的一个效果并不是太好 当然我们肯定,但是我们是搭建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那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来接着完善它 好,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要实现一个登录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还需要一个容器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DLV 然后呢,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 叫开始容器 好,然后当里面呢,我们给它放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肯定很简单 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BtnStart 好,内容肯定就是开始游戏 当然我们还要写第二个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设置 当然这个设置的话,我们这功能我们暂时还用不上它 但是我们在后面的一个页顶中会使用到这个按钮 所以我们还是先把它放这里 那这样实现之后,我们的这个效果就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哎,看到我们这边已经出来了两个按钮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使用样式把它美化一下 好,我们来找到这个 看一下,我们既然是一个是游戏容器,一个是开始界面 那这两个容器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在这里直接给它加一个start container 因为它们两个同样都会占这样一个区域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哎,看一下,这样一个大区的一个容器就有了 我们想象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说,首先第一屏我们能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界面 然而当我们点了开始游戏之后 这个界面就自动隐藏,然后呢进入看到我们这后面这样一个界面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对什么呢 就需要对这个start container进行一些样式 它除了我们这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区域以外 它还有其他一些样式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从这边这个图上可以看图 这里呢是有一个背景图的 那这个背景图,我们应该在哪呢 在这里,其实图片已经准备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夹 好,然后呢把这个图片给它粘过来 好,把这个图片粘过来 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设定它这样一个 什么呢 可以设定它的这样一个ground andground背景颜色,背景图片 当然这个路径的话肯定是bgstart 先机格式的,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现在这个这个背景图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它有这样一个 进行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平铺 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样式的一个设定 比如说,bankground size 我们设置成这样一个cower 好,现在看一下呢 现在就基本上把它拉伸出来了 好,其实呢我们想要它的大小并不需要这么大 我们看一下,我们其实只想把中间这一部分给它填充起来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中间这部分宽度是多少呢 在上节课里面我们实现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宽度呢是590 然后这边是100,这边是100 那应该就还有390 所以呢我们这儿给它指定一个固定的一个宽度 390px 好,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效果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想要的就这样一个效果了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把这两个按钮给美化一下 这里呢我就先,我就直接快一点的去把它做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p标签来包裹呢 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这样一个对齐方式 让它再聚中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button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器 好,我们给它设定一些样式 好,字体也大一点 Found family 我们用雅黑 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背景色 当然背景色我们就暂时不用了 好,因为是button我们就把它border给它去掉 然后呢要实现一个比较圆的一个圆角效果 所以说我们给它设定一个borderradius 然后呢 outline给它去掉 防止它点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蓝色边框 好,再给它指定一个鼠标的一个样式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样式之后 好,看一下 我们能够看到是不是感觉已经有点像了 当然这两个不动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针对它进行一个尾类进行一个设置 当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给它的一个颜色 随便选一个 当然在默认情况下 它也应该有一个颜色 否则的话它是不会切换的 所以这里我也给它选一个颜色 好,通过这个方式的话 我们看一下 好,看一下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效果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位置调到下面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容器里面 给它加上panding top 把它挤下来 那么就可以了 我们这儿先给它 假设给它加一个180度像素 我们看一下在哪儿了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这个容器好像被延长加长了 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这个盒子模型的这个选项 当它的默认是内容盒子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panding的话是会放到外部去的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成border box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对类来压缩我们的高度 好,看一下是不是就对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度呢 可能不太合适 那我们就再改一个 给它调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 行,那这样就差不多 当然这两个的距离的话 我们还可以让它再微微的调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对每一个p标签 设置这样一个 margin top或者说我们的是 margin bottom都可以 那这里呢 我们给它设一个 比如说50个像素 好,看一下效果 好,稍微感觉有点多 那我们给它设小一点 好 那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这就是没问题 当然我们默认情况下 是要把右下边这个东西 给它隐藏起来的 那这个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样式 来进行一个设定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gamecontainer display 好,隐藏起来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的效果看起来 感觉白茫茫的有一片 那这个并不是太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背景 给它简单的更改一下 改成一个黑色 那这样子的话 效果就看起来就好多了 当然背景黑色之后 我们的这个颜色 也要对应的做一个反色来处理 否则的话可能有些地方看不清楚 好 这个当然这边看不到效果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始界面 已经实现出来了 当然现在它还没有这样一个操作 那这下 现在的话 我们就来封装一下这样一个操作 好,首先我们给一个 清建一个文件夹叫JS 然后呢 我们就假设我们有个APPJS 然后呢 它呢 就来负责我们的这样一个程序启动 好,基本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格式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给一个Document 为什么要这样去用 这样去用的话 它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用的Document 全是通过这个参数来的 它就避免呢 去作用于链 去一层一层的这个搜索 对这个性能有一定的一个提高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 一个初始化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它里面呢 我们来做这个初始化 然后呢 我们肯定是要来监控我们的一个事件的 我们的 A的EventListener 那这个事件的话 是多 Content Loaded 当我们这个页面加载好之后 我们就来 Elite 好 这样是能够理解的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Elite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在Elite里面的话 我们肯定就需要对这个两个按钮进行一个事件的一个注册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两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找 当然我们海 我们当刚刚在这个内容里面说到了 我们要用这个接规则的一个方式去操作多姆 所以这呢 我们要简单的做一些封装 当然这个就肯定没有接规则那么复杂 所以呢 我们就简单的来做一个 好 我们把我们封装一个对象 然后呢 称之为多姆对象 为什么要封装它呢 因为封装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因为直接当我们封装了这样一个反函数之后 我们才可以有 原型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对它来进行一个操作 当它get的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在JQuery里面的get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返回真正的一个多姆元素 所以我们这也是做这个操作 当然 这种方式写起来比较 没啥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封装一些事件的一个注册 那这个时候的事件 我们就需要来封装一个on这样一个方法 肯定 我们需要一个event的name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get 或者说这个原始对象 然后呢 一定要用它的event listener 把这个name handler给它传过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注册 那我们还可能会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可能会操作我们的一个样式 所以我们再封装一个css方法 当然这里我就没有做复杂的一个判断了 我们就只需要给这个style的一个stylekey 然后呢 给它付一个值 那么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基本的一个对象已经封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封一个什么呢 能够操作的一个做法 select 然后呢 context 当然实际上我们这个jquery 它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去封装的 它有更更好复杂的一个机制 当然我们这儿为了简单一些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 为什么要context呢 就是说我们是在哪个对象里面去找 如果没有提供 那我们肯定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大推问题上去找 然后找的时候 我们给的是一个selector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 可以拿到了 那在我们这个enity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用呢 我们就只需要把我们的btn-start 给它传过去找到了 然后呢 注册这样一个click事件 这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面我们需要 当我们这个start点的时候 我们要干什么事情 我们要把我们 start这样一个container 要把它怎么做呢 隐藏起来 当然这里就没有hide的方法和序复方法 可以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有通过display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为low 来隐藏 当然类似的 我们就要显示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game的这一块的内容 让它显示出来 好 这样呢 我们先写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会不会有问题 看一下 确实有问题 什么没响应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才想起 我们连在这个页面上 还没有引入这样一个脚本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脚本 给它引入进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好 现在报错了 有错就好说 看一下 init不是一个 方形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this 就是init 没问题 点一下 可以了 它就过来了 当然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 注册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我们的这样一个btn setting 也要注册一个点击事件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直接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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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的 整个 看一下 点击设置的时候 它会跟我们谈一个体系 然后点击开始游戏 然后它就会进入我们真正的 这样一个游戏界面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简易的一个登录界面 这个开始界面 当然这个开始界面 其实它并不是和我们的这个converse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它仅仅是一个用GS来 用这个H字幕和GS来做的一些东西 当我们点了开始游戏之后 才真正的进入我们的converse相关的一些东西 好 那这个课的内容呢 就是这两点 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 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 我们下节课 去河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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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河嶷